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情感不是 它是不让你执着 它是说你要舍得 就是你要舍得 因为那些东西就是你自己 有自我道就不能显现 这个世界的情感或者一切物质就是你 因为就是你自我的显现 因为这个世界的情感和物质 其实你没看清楚 你只是三维角度的执着 它不是说让你这些东西是不好 是你看到了三维角度的情感和执着 你那叫执着 你爱也不是爱 你情欲就是你情欲的刺激 你没有圆满地达到那种大痴大病 那种大爱不爱 那种永恒的永远不会动摇的爱 你没有啊 你有吗 所以它放下的是你那可怜的执着 就是你对物质 你认为这就是个金色的金杯子吗 就是你对物欲的那种贪婪 还有这个世界的情是你 是你一个错觉 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看清楚的一个 就是一个你认为是那样的 是放下这些你认为的东西 因为那你认为的就是你的自我的毛 而且那里边带着太多的忙去个业力 你对你三维角度者看了这些东西 你认为佛叫你放下这些东西 佛说这是梦怀泡影啊 佛让你去放下这些东西 你认为你看到真相 佛并没有说是你看到真相 是你看错了 它只是让你走出来的一个方便 并不是说要放下有什么可放的 最终还是还是让你回来去回到恒城的 它为什么还让你回到恒城 就几乎我十年是在山里 十年是在恒城修养 那这十年他要从任何 从他那个吃麦怡里边 从所有的情欲里面 名利情里边借空兴了 他约正空兴了 你放下他怎么在他里面借啊 你放下说明他是有的 只是我们从一开始修行是这样的 是让你冲先冲然后再回来 你要缘证一定是在每个东西里边赠入 每个里边都能够缘证 就都能借信 亲情有情爱情里边 所有的情里边借空兴 在三位借空兴 在有缺陷的世界借空兴 借涅槃借极乐世界借圆 甚至在有缺陷的你的情欲里边 借有恒的东西 这叫缘证啊 因为你分别有缺陷 你分别圆满 这已经找伤了 这已经是错了 他先是破相 他是不让你执着 还是破你那个分别心 跟执着心的 他不是破这个世界道的万物的 说砸了这个杯子 你能借空兴 这永远借不了的 或者是不死了你就能借 也不是 你拿回来能借 也不是 是你没分别的执着的时候能借 他说破你那个 他说我们都是如来智慧德下 皆因分别执着不能正德 你永远记住这句话 你修行永远是在破分别的执着的 只是你一开始不太懂什么叫分别的执着 执着的就是你最在乎的那个 就是执着 在乎的拿起放下你 你那波动的很厉害的那个就是 你在这个世界上拿不起放不下的那个 就是执着的 那就叫执着 分别就是外物 外物的差别相 不能平等 不叫分别性了 你不能利他 这就是我刚才说 你在同龄里边 你都是你是你 我是我 他是他 你能跟一只蚂蚁平等吗 你能跟一只猫平等 还是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但是平等是来自于我们都是空性的 这一说 就是大家的空性 在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 平等的 法性上我们平等 没有高低贵戒 没有高下 没有男女甚至 但是在相上 我们实现了种种相 各种福报 各种男相女相 各种差别相 实现了 但这种差别相是个幻相 你要回归 就要破这种差别相 而这种差别相 来自于你分别的心 所以破 都是围绕着自己的这破 这就是六祖说了 是风动其动 是你心动 差别下来自于你的心 你心在分别 不是这个世界有外法 都是不平等差别 所有的不平等 包括佛说了 土地的高低不平 有丘陵有三国 都是你心在分别 因为人心不平 因为我们的心有差别 有高低有贵戒 所以这个世界 失陷了这样的一个高山 丘陵 这样的 然后有洪水 有海啸等等 因为众生心的原因 认知原因 众生也包括其他的龙道啊 其他众生啊 修罗道啊 其他众生啊 也不只是我们人力啊 他们的心也蛮有力量 所以修行先出心不动 然后先专注定开始 这个是因为你分别的制作嘛 先出定 先出专注 先出专注 指定 这样呢 慢慢停下来 然后呢去 慢慢就开始到达了 就开始扑 在你修这个的过程中 你的分别性就已经没有了 修定的过程中 分别性就是在减少 不是嘀咕这个东西 拿不拿 放不放 你在那每天嘀咕 我该拿该放 该拿该放 放了 不出气 坐在那儿如如不动 你这种提供 这种修法永远修不成 说放了 我没在乎 拿起来我又没在乎 我是不是沉了 我告诉你 没沉 你还要拿放的分别折腾 要在那折腾成个啥 你刚才没 说过 你这种所谓的 最后的功能 那么多远 你已经没了 你还没了 我还没了 你还没了 我还没了 你还没了 你还没了